库肯霍夫花园Kuchenhof Garden是位于荷兰的世界著名花园 以其美丽的郁金香田和其他丰富多彩的花卉而闻名 如果你计划在春季到荷兰旅行 一定要去参观库肯霍夫花园 在本旅游指南中 我们将探讨荷兰观赏郁金香和其他花卉的最佳地点 并提供有关如何计划参观库肯霍夫花园的信息 荷兰观赏郁金香和其他花卉的最佳地点 荷兰的绿色镇List the Netherlands 绿色镇是位于荷兰南荷兰省的一个小城镇 它是世界著名的库肯霍夫花园的所在地 是世界上最大的花园 除了库肯霍夫花园 绿色还是许多郁金香农场和花田的所在地 这些田地在春季对公众开放 游客可以漫步在丰富多彩的花 路特丹市Rotterdam the Netherlands 路特丹市是荷兰最大的城市之一 也是一个非常适合观赏花卉的地方 在春季 路特丹市的各个角落都会出现郁金香花海 其中最著名的是在Kreilins Bus公园和Hat Park公园 此外 路特丹市的Kuchenhof城堡也是一个值得一游的地方 阿姆斯特丹市Amsterdam the Netherlands 阿姆斯特丹市是荷兰最著名的城市之一 也是观赏花卉的理想地点 在春季阿姆斯特丹的许多公园和花园都会出现郁金香花海 其中最著名的是Wander Park和Kuchenhof花园 此外 阿姆斯特丹市的Museum Plain广场上也会有一个巨大的郁金香展览 海牙市The Hague the Netherlands 海牙市是荷兰政治中心和外交中心 也是一个观赏花卉的好地方 在春季 海牙市的许多公园和花园都会有丰富多彩的花卉展览 其中最著名的是在海牙市中心的Hoffweaver公园和Klin Jandale公园 库肯霍夫花园Kuchenhof Garden旅游指南 参观时间 库肯霍夫花园只在每年春季开放 通常是从3月底到5月底 最佳的参观时间是4月中旬到5月初 这时郁金香和其他花卉都处于盛开期 计划你的行程 由于库肯霍夫花园是一个非常受欢迎的旅游目的地 建议提前计划行程预订门票和交通工具 你可以选择在网上预订门票 或者通过旅游机构订购套餐游 如何到达库肯霍夫花园 库肯霍夫花园位于利瑟镇 距离阿姆斯特丹市中心约30公里 你可以乘坐公共交通工具 例如火车和公共汽车 或者租用汽车前往 此外也可以选择参加旅游巴士或船游览套餐 在参观库肯霍夫花园时 请注意以下事项 携带适当的服装和鞋子 因为花园内可能会有泥泞的小路 请勿摘花或破坏花卉 在花园内不允许吸烟或带宠物 库肯霍夫花园是有许多餐厅和咖啡馆 你可以在这里享用美食和饮品 如果你想拍摄美丽的照片 请尽量避开人流量较大的地方 或者在早上或傍晚时分来访 探索库肯霍夫花园 库肯霍夫花园是一个面积达32公顷的花卉展览中心 每年都会吸引数百万游客前来观赏 在这里你可以欣赏到数千种品种的花卉 包括郁金香、风信子、鸢尾花、玫瑰等 花园内还是有许多精美的花卉展览 例如玫瑰花展、鸢尾花展和蝴蝶展 此外你还可以参加花卉工作坊 音乐会和儿童活动等参观周边景点 在参观库肯霍夫花园时 你还可以游览周边的景点 例如Lis镇 这是一个美丽的小镇 距离库肯霍夫花园只有几公里 在这里你可以欣赏到许多传统的荷兰风车和美丽的运河风景 哈尔兰市 这是一座历史悠久的城市 距离库肯霍夫花园约20公里 在这里你可以游览美丽的市中心 参观许多历史建筑和博物馆 阿姆斯特丹市 这是荷兰最著名的城市之一 距离库肯霍夫花园约30公里 在这里你可以欣赏到许多著名的景点 例如安妮弗兰克故居 范高姓博物馆 红灯区等 结论 荷兰的郁金香花海是世界著名的景观之一 每年都吸引着数百万游客前来欣赏 在荷兰你可以游览许多美丽的花园和景点 其中库肯霍夫花园是最受欢迎的之一 在这里你可以欣赏到数千种品种的花卉 参加各种活动和工作坊 同时还可以游览周边的景点 如果你计划前往荷兰观赏郁金香花海 那么库肯霍夫花园和周边景点一定是不容错过的 最后 我希望这篇文章可以为你提供一些关于库肯霍夫花园 和荷兰郁金香花海的有用信息 让你在旅途中更加愉快和充实 祝您旅途愉快 谢谢大家观看我的旅游视频 如果您喜欢这个视频 请不要忘记给它点赞和订阅我的频道 以便及时获取更多精彩的旅游内容 您可以在评论区留言分享您的旅游经历 或者是提问有关旅游的任何问题 再次感谢大家的支持 我期待在下一个旅游视频中再次与您见面 请不吝点赞和订阅